Hello大家好,我是RT 上次介绍过咱们的大贼豆猫棒 今天有缘就来介绍介绍着跟罗伯魂阿满豆猫棒棒 哎呀,这地盘有点儿子,我先叉叉 咱们阿满钢弹的包装跟大贼是如出一车 就是图案变成阿满而已 那包装依旧维持着罗伯魂历史悠久 古色古香历代传承的剑约风 价钱方面也是一个往下跳 不过还是不便宜 毕竟咱们阿满就是要比黄叔还要尊绝不凡 起价就是比黄叔贵 那跳水当然还是比黄叔贵啦 不过没有跳水的话,我是肯定不会入手的 而咱们的阿满本体涂装我是觉得可以的啦 现在只要拿到罗伯魂系列的 只要比那只HIMU正常的我都给过 不过这红色跟官图的色差还是有那么点大就是了 而且据说咱们阿满的机体是以DX钢带下去改的 我是完全看不出来哪里DX了啦 那两根炮当初怎么不还原一下啊 有的话肯定卖包 而质量方面就跟黄叔差不多 重量还是有低 就是这个膝盖有那么点软 难道是阿满在晚成一瞻 凝人周是还被人发现被暴怒偷袭后 膝盖中的意见就再也不绝了 可动方面也是一如既往 两只手往前挤乳勾挤到立罩杯应该是没问题的 再来就是他那对标配的翅膀 也就是斗篷啦 不过在聊翅膀之前先打个叉 这个做肩胛真的很容易掉 把玩的过程中就掉了好几次 不知道是只有我这只这样还是全部都这样 而这对翅膀呢还真是没啥软用 真的就跟他的暗号积热一样 食之无味气之可惜 虽然卡的很紧是好事 不过那两根塑胶架我还真怕掰着掰着就掰断了 而这翅膀的可动度不大 尤其是要往后搬的时候 还会因为干涉直接把整个背包给顶下来 而翅膀内里的DX钢弹 微波接受器也没什么软用就是了 完全就是装饰用的 最后就只剩下放前面跟放后面的差别而已了 然后我的左肩甲又他妈掉了 最后就是阿满的这把专武岩骨刃 也是整个作品里唯一一把武 后来的新黄剑还得搭配别的东西 我想设计则也就因此做罢了吧 因此武器方面跟黄素一比也就炫掉了 涂装上像了颗粉色珠在上面 还有各式锐利坚持点缀也算是有诚意的 不过严谷刃中间开了个大洞 就是为了方便左青龙右白虎老颜在腰间 虽然方便 但是对武器的造型来说着实有爱观瞻 扣分不少 然后咱们的阿满就这样结束了 没错就是这么的少东西 不过整体的涂装还是可以的 造型也是不利亚帅 背包的喷色口也没再装错了 就是武装匮乏了点 有点空虚 真的是念你赴天下人 也不愿天下人赴你啊 不愧是曹阿满 不过幸好他驾崩了 有兴趣的人还是可以入手的 所以我说平平都是黄 你是喵黄 我是卫武皇 来 本黄给你摸摸头 Gin现在不在我身边 你要不要暂时当我的爪黄飞店啊 我是RT 我也想学超超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